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成功学家细而曾言 人与人之间只有很小的差异 但是这种很小的差异却造成了巨大的差异 很小的差异就是所具备的心态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 巨大的差异就是成功和失败 都说细节决定成败 很多时候你的心态就决定了你的状态 保罗迪克森林公园里 聪裕的树木参天而立 各色花卉争相斗艳 鸟儿们在林间快乐地歌唱 每个路过的人都对他赞叹不已 可谁又知道这里曾是一片被大火烧进的废墟 年少时保罗从祖父那里继承了一个美丽的庄园 但不幸的是一道闪电引起了火灾 庄园被烧毁了 面对无情的打击 保罗心痛不已 因为他知道想重建庄园是一件很费事分力的事情 最重要的是 他得拥有一大笔庞大的资金 才能实现他的计划 看着眼前的一片废墟 保罗每日茶饭不思 笔门不出 人变得十分憔悴 他的祖母知道了这件事后 以为深长地对他说 孩子 庄园被烧了其实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 自己因此也被烧毁 听完祖母的话 保罗若有所思 才发现自己心态不好 也导致了生活越来越糟糕 于是他尝试改变自己的心态 决定走出家门散散心 没有想到 意外地留意到市场上木炭的需求量很大 保罗想起废墟里的那些木头 萌发了一个好办法 他兴高采烈地聘请了几个烧炭工 把那些烧家的树木加工成木炭 然后送到集市上出售 不出所料 这些木炭很快就被卖光了 保罗也因此得到了一笔财富 他用这笔资金购买了树苗 重新打理庄园 没过多久 便有了现在绿树成荫的森林公园 有句话说得很好 乐观主义者从每个灾难中看到机遇 而悲观主义者从每个机遇中看到灾难 挫折和磨难就像那场突然降临的无情生活 总是让人措手不及 面对生活里的一片狼藉 暗自沮丧是没有用的 只有怀着积极乐观的心态 才能坦然应对人生中的各种坎坷 二 心大才能容万事 乐观才能少烦恼 听过一句很有趣的谚语 不烦恼 不生气 不用血压剂 人生就像一个口袋 你越往里面装东西 前行的脚步就会越沉重 人也会越发疲惫 只有调整好心态 放下阴霾缭绕的负面情绪 放下羁绊前行脚步的重担 人才能过得开心快乐 想起之前 朋友和我分享过书里的一个事件 有一天 陆军部长斯坦顿来到林肯办公室 气呼呼地对他说 一位少将用侮辱的话 指责他偏袒一些人 于是林肯建议他 写一封内容尖刻的信 回敬那名少将 斯坦顿立刻接受了这个建议 当场写了一封措辞强烈的信 然后拿给林肯看 林肯看完后高声叫好 对了对了 要的就是这样 写得真好 但当斯坦顿把信提好 想要寄给那位少将时 林肯却叫住了他 你这是要干什么 斯坦顿有些摸不着头脑的说 要寄出去啊 林肯说道 不 这封信不是让你给对方的 而是让你扔到火炉里去的 凡是生气时写的信 我都是这么处理的 这封信写得好 证明你写的时候已经解了气 现在你是否感觉好多了呢 那么就不要再让愤怒的情绪 占据你的心了 让他在火焰中消尽吧 等怒火平息了 再回头想想 这个事情也就过去了 我们又何须一直斤斤计较呢 听完这番话后 斯坦顿冷静了下来 渐渐调整好了自己的心态 不再为这件事而愤怒 作家大兵在书中这么写过 心随念走 身随原则 人不能靠心情活着 而是靠心态活着 心宽似海才有风平浪静 心若向阳才能处处温暖 少一份计较和浮躁 多一份宽容和理解 放过了别人 自己也会自在书心 三 拥有好心态 才能拥有好人生 看过这么一个有趣的故事 皇上做了一个梦 山倒了 水干了 花泄了 他醒来后 把梦境告诉了皇后 皇后说 不好 山倒了江山不保 水干了民心散了 花泄了 好景不长 皇上一听一病不起 大臣们听到这件事之后 却走到皇上身边说 皇上 这个梦真好啊 山倒了天下太平 水干了 真龙献身 花泄了 果实要收获了 皇上一听 大病痊愈 事情本无好坏 若你用消极悲观的心态 看待他 往往会深陷在负面情绪里 恍恍不可终日 若你怀着阳光般的心态 看待他 你观赏到的一定是好风景 感觉到的一定是花香满静 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 好心态 是一个人 生存和心灵状态的密码 掌握他 培育他 开发他 成功和幸福 就会不起自来 心态不好 处处皆碰壁 心态好 万事皆顺心 著名企业家谢尔顿曾言 只要对生活充满热情 他就会以同样的热情回报你 良好的心态 是迈向成功的坚实根基 良好的心态 是改变命运的人生力气 良好的心态 是收获幸福的心灵法宝 良好的心态 是滋润生命的灵丹妙药 拥有好心态 才能拥有好人生 今天分享到这儿了 希望您能给小叔点个赞 或者留言给出您的建议 别忘了把小叔分享给您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 还没有订阅小叔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订阅 明早八点半 我们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